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未来优质生活实验场域规划与建制 进行专案报告并被咨询 本日会议委员陈碧涵等四人 其实咨询进京科技部 徐部长文化部 红部长等及相关人员 及其答复说明 另外有委员 郑立军等至市面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决定一 对委员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或议顺便答覆者请相关机关于二周内 送交个别委员及委员会 但委员列行指定期限者重启指定 二 本案报告及審查结束 讨论事项11月9日 一 并案审查行政院 含请审议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 委员陈碧涵等28人拟聚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 委员邱雁院等29人拟聚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 本日会议有委员陈碧涵等10人提出咨询 今间文化部 黄部长及相关人员及其答复说明 另外委员 黄世雄 李玉领至市面咨询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决定一 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草案 一 法案名称 水下文化资产保存法 照行政院及委员等提案通过 二 审查通过条文 一 草案第1章招名 第5章招名 第6章招名 及第7章招名 均照行政院委员陈碧涵及委员邱雁院等提案通过 二 草案第1条 综合各提案修正或通过 三 草案第2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通过 四 草案第3条 草案第4条 草案第5条 均综合各提案修正或通过 草案第6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7条 草案第8条 草案第9条 综合各提案修正或通过 草案第10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10条 草案第10条 综合各提案修正通过 草案第10条 征定草案第12条 草案第13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修正通过 草案第14条 照委员邱雁院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16条 草案第16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修正通过 草案第17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修正通过 草案第18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19条 草案第20条 草案第21条 均综合各提案修正通过 草案第2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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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第27条 草案第28条 草案第27条 草案第28条 均综合各提案修正通过 草案第29条 草案第32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31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31条 照行政院及委员陈碧涵等提案通过 草案第33條 綜合各提案修正後通過 第38 草案第34條 造行政案及委員陳碧涵等提案通過 草案第35條 綜合各提案修正後通過 第40 草案第36條 造行政案及委員陳碧涵等提案 委員求委員等提案通過 41 草案第37條 綜合各提案修正後通過 草案第38條 造行政案及委員陳碧涵等提案 委員求委員等提案通過 43 草案第39條 草案第40條 第41條 第42條 綜合各提案修正後通過 第47 草案第43條 造行政案及委員陳碧涵等提案 委員求委員等提案通過 48 草案第44條 修正為本法制公佈日施行 3 通過附帶決議兩項 11月11日2 繼續審查105年度教育部主管51所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國立臺灣大學復設醫院作業基金 國立成功大學復設醫院作業基金 國立延命大學復設醫院作業基金 國立社交機構作業基金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學產基金及運動發展基金等附屬單位預算案 決議 1 51所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招案通過 並通過決議33項 2 國立臺灣大學復設醫院作業基金 招案通過 並通過決議3項 3 國立成功大學復設醫院作業基金 招案通過 4 國立延命大學復設醫院作業基金 招案通過 令通過決議1項 5 國立社交機構作業基金 招案通過 令通過決議2項 6 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校務基金 招案通過 令通過決議1項 7 學產基金 招案通過 令通過決議1項 8 運動發展基金 招案通過 令通過決議1項 9 對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 或以事變答負責 請相關機關於澳洲內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案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 重啟指定 10 本案審查環郡 11月12日 3 居审查105年度 行政院主管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科技部主管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等附屬單位依順案決議1 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招案通過 令通過決議5項 2 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作業基金 招案通過 令通過決議4項 11月12日 臨時提案1項 招案通過 先讀完畢 請問各位對醫事錄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醫事錄確認 報告委員會我們今天的議程是處理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國立故宮博物院單位預算案 我就不介紹我們今天列席的官員 這個院長親自出席 我們現在請同仁先宣讀單位預算案內容重點及委員提案會總表之重點 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國立故宮博物院收支部分稅入部分 第2款罰款賠償收入第9項 國立故宮博物院370萬元 第3款規會收入第9項 國立故宮博物院11億4746萬5000元 第4款財產收入 國立故宮博物院1億3689萬9千元 第5款 營業營養及失業收入 國立故宮博物院5500元 第7款 其他收入 國立故宮博物院330萬5000元 稅出部分 第2款 行政院主管 第6項 國立故宮博物院15億9566萬7千元 一般行政7億5994萬9千元 文物管理及展覽1億7321萬8千元 文物登陸及科技研修220065萬3千元 文物加值運用與管理485萬5千元 資訊管理維護7757萬元 安全管理維護1億3688萬6千元 故宮博物院院區籌建3億1690萬元 一般建築籍設備 1億03萬元 036千元 第1倍金360萬元 105年度 國立故宮博物院 預算任委員提案 稅入部分 1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賠償收入 一般賠償收入 增列二分之一 2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100萬元 3 委員 何欣存等提案 規會收入 使用規會收入 資料使用費 增列10萬元 4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規會收入 使用規會收入 場地授施使用費 增列5千萬元 5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財產支席 權利均 增列二分之一 6 委員 何欣存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5千萬元 7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4千萬元 8 委員 許智傑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1萬元 9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財產支席 資金收入 增列300萬元 10 委員 何欣存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100萬元 11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其他雜項收入 增列300萬元 所以說不問 12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財產支席 水電費 增列4分之一 13 委員鄭麗君等提案 財產支席 臨時人員酬金 增列1千萬元 14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6分之一 15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財產支席 到地區旅費 增列2分之一 16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財產支席 國外旅費 增列100萬元 增列1 17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2分之一 18 委員 陳碧涵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115萬元 第1 幕 一般行政 19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一般行政 增列2分之一 20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7分之一 21 委員 何欣純等提案 仍然維持 眷列3千萬元 22 委員 黃國社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3億元 23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5分之一 24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激光及公有待遇 眷列1500萬元 25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3分之一 26 委員 何欣純等提案 基本行政 工作維持 眷列2千萬元 增列3千萬元 27 委員 蔣兩仙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5千萬元 28 委員 陳田惠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4分之一 29 委員 代資産等提案 水電費 眷列3千萬元 30 委員 黃國社等提案 同商務公務 增列4千萬元 31 委員 代資産等提案 通訊費 聯繫EU所需支 郵資及電話等費用 眷列150萬元 32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按錄案件 基建籌金 教育人員 升等助作 審查費 缺室凍結 33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物品 減列70萬元 34 委員 代資産等提案 物品 辦公場所及 展場所需 文具用品 紙張及電器 材料等費用 減列133萬元 35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一般事務費 減列500萬元 36 委員 黃國社等提案 與文化機構 媒體 業務交流 國會聯繫等費用 全數凍結 37 委員 黃國社等提案 參觀券 運勢等費用 凍結100萬元 38 委員 黃國社等提案 票務 信用卡 刷卡 服務費 凍結500萬元 39 委員 代資産等提案 院區清潔及園獄費用 減列1分之1 40 委員 曾天威等提案 董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41 委員 持續捷等提案 以南院BOT專案委託服務費 凍結20% 42 委員 黃國社等提案 與正峰 主計 人事 業務等費用 凍結21萬5千元 43 委員 代資産等提案 國內出財禮費 凍結284萬5千元 44 委員 黃國社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 凍結200萬元 45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特別費 凍結63萬3千元 46 委員 曾天威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 凍結1分之1 47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獎勵及慰問 全數簡略 第二幕 文物管理及展覽 48 委員 曾天威等提案 企務管理研究及展覽 凍結1分之1 49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1 50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1 51 委員 黃國社等提案 企務研究 凍結117萬7千元 52 委員 曾天威等提案 企務研究 管理研究及展覽 凍結3分之1 53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1 54 委員 曾天威等提案 企務研究 凍結1分之1 55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企務研究 凍結1分之1 56 委員 曾天威等提案 企務研究及展覽 凍結1分之1 57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500萬元 58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圖書管理研究 委辦會 凍結100萬元 59 委員 曾天威等提案 圖書文獻展覽 凍結1分之1 60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南院 文物管理研究及展覽 凍結1分之1 61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300萬元 62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南院 文物研究 國內旅會 凍結50萬元 63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50萬元 64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南院 文物展覽 凍結3000萬元 65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南院 文物展覽 一般事務費 凍結1分之1 66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一般事務費 凍結1分之1 67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行銷局旅遊推廣經費 凍結1分之1 68 委員 許智傑等提案 國內出財旅費 凍結2萬2000元 70 凍結50% 69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轉速服務及社交推廣凍結1分之1 70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1 71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300萬元 72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委託觀眾意見調查經費 凍結 73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社交推廣凍結1分之1 74 委員 許智傑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2萬7千元 第三 委員 文物登入與科技研修 75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文物登入與科技研修凍結1分之1 76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500萬元 77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1 78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文物高階密科學檢測技術研發應用 與實驗室建置凍結1分之1 第四 委員 文物價值運用與管理 79 委員 蔣麗君等提案 文物價值運用與管理 全數凍結 80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403萬元 81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200萬元 82 委員 鄭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200萬元 83 委員 陳時惠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00萬元 84 委員 黃國書等提案 智慧財產權授權及權利侵害之救濟等費用凍結150萬元 85 委員 蔣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0分之1 第五 資訊管理維護 86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資訊管理維護凍結4分之1 87 委員 何清淳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5分之1 88 委員 蔣麗君等提案 故宮行動電子化服務計畫 全數凍結89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4分之1 90 委員 黃國書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47萬4千元 91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加速行動 貫品服務及產業發展企劃 全數凍結92 委員 許智慧財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全數凍結 93 委員 黃國書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2千萬元 94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1 95 委員 賴智慧財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1 第六目 安全管理維護 96 委員 陳天輝等提案 安全管理維護凍結1分之1 97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1分之1 98 委員 許智慧財等提案 別區院區安全管理維護教育訓練費 減累2萬6千元 凍結5萬元 99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南內 院區安全管理維護物品 減累50萬元 凍結2分之1 100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一般事務費減累60萬元 凍結2分之1 101 委員 許智慧財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2萬元 凍結5萬元 102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凍結100萬元 凍結2分之1 第七目 故宮南院院區籌建 103 委員 許智慧財等提案 故宮南院院區籌建 凍結2千萬元 凍結2億 1千390萬元 104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2億元 105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3分之1 106 委員 蔡麗君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5千萬元 第八目 一般建築及設備 107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營建工程 减累6千2百萬元 凍結3分之1 108 委員 蔣麗君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5千萬元 109 委員 何希淳等提案 其他房屋 道工計畫 全數减累 110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 全數减累 111 委員 黃國蘇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3分之1 112 委員 許淳君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3千8百萬元 113 委員 蔡麗君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6分之1 114 委員 賴臨湯等提案 從商事科目凍結10分之1 115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國際淨土前置作業費用 全數减累 116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道工計畫總顧問服務費用 全數减累 117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道工計畫先期工程 全數减累 118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公共設施更新 院區零星修善 維護工程 凍結10分之1 119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院區鎮管 燈光改善工程 凍結5分之1 120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20萬年 121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院區輪流動線設施工程 减累700萬年 區域凍結5分之1 122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减累200萬年 區域全數凍結 123 委員鄧麗君等提案 後山建設及設施改善工程 凍結2分之1 124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凍結50萬年 125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鎮管 屋頂 防水改善工程 减累50萬年 區域凍結3分之1 126 委員 鄧麗君等提案 同商事科目减累50萬年 主決議127案至253案 請參列書面資料 宣讀完畢 謝謝 好 我們宣讀完畢 我們現在來進行處理 那我們就來進行協商 那我們待會開始進行的時候 好 如果待會我們就進行討論 好 我們現在請院長跟相關主管 我們來這個協商的位置 那待會發言的時候 除了院長以外 其餘官員要發言的第一次請先用麥克風表明身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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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们还在等一位委员来才能处理 我先宣告一下我们107案有关预算的提案 姚文志委员加入联署 我们再请同仁把他加进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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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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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如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都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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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有关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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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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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编 感谢观看 感谢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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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说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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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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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第五目 資訊管理 維護 86案到 95案 會員有沒有什麼提案 資訊的管理維護 我想就跟剛剛我講的那個網路網站的管理是有關係的 那還有呢 這個 我剛剛在講的那個有關 自己故宮裡面那個賣店的其他的維護管理也都是喔 所以我是提案的 凍結五分之一 針對資訊管理凍結五分之一 我的是針對03 你們那個4G的那個加速行動寬頻服務 你們當時提出來有一些爭議啦 包括郎士林展等等 90週年慶等等 而且這個計畫其實跨部位很多都有通病 就是內容 其實很空泛 但是為了爭取那個4G的那個專案預算 所以圓列4500凍結四分之一提專案報告 我們很多部位都凍結啦 好 對4G的部分 好 好 所以剛剛何委員是凍結 整體五分之一 我這邊凍結了四分之一 就專針對4G的部分 那我們一併看凍結 好 好那五分之一 好然後 五分之一 其中 呃 四 寒4G的部分 寒4G的部分 也凍結 五分之一 全部五分之一 然後四G也凍結五分之一 要含4G啦 對啦 不是要 4G要指定凍結五分之一 對啦 對啦 凍結四分之一好了啦好不好 全部凍五分之一 然後四G凍結四分之一 你四分之一大概一千萬嘛 你全部五分之一大概 超超過嘛 對不對 好 那要專案報告 當然要專案 你四G計畫 一定要專案 你們就病同專案 好 就你們剛已經頭幾個專案 像是就一起來就好啦 對 好 再來安全管理維護第六幕 九十六案到一百零二案 九十六案到一百零二案 這個安全管理是包括我們 對 我們 都是南院的是嗎 都是南院的 包括 不是全部 這就是南院 對不對 專家的部分都是 南院的部分 對 因為他們一定要下去管理 劇面還有押育文物 從今年底到明年那個押育文物 消防演練 因為南院 好啦 那就是照列 好那 第六幕照列啦 因為剛剛特別陳委員 陳學生委員關心安全問題 好 再來第七幕是南院院區籌建 這個是工程是不是 十三億多都是工程 全部是工程 好 那是 那你不是今年要試營運的 怎麼明年 沒有 這個是原來編列 那個七十九億裡面的 只是去年 他們把今年可能 明年度要付的錢 他們把它擺在今年的 明年的預算裡面 今年要付的錢擺在明年預算 因為我們驗收 驗收完明年才要付是不是 對我們今年這個開館的時候會驗收 驗收的時候會到明年才付款 好 所以這個是補 這個尾數就對了 是是 我們工程款就照列 第七幕照列 好第八幕107案到 126 大故宮全部凍結 大故宮 我們每一年都凍結 你這都是大故宮的嗎 哪一些不是拿出來 來 這個八千六百萬裡面有六千二是大故宮 兩千四是我們的基本的一些 所以大故宮多少 六千二 六千二就全數凍結 減列啦 我們去年是減列吧 凍結 去年是全數凍結 好那一樣 你們還是每年編啊 你們之前都辦保留數碼 我們之前給你們先用的是不是都保留 保留保留的預算 一百我們總共保留了目前是四千多萬是吧 但是這個這個四千多萬 我們二階還評所用的費用 所以我們給了你們多少錢四千多萬保留 我們本來大附用一個先期給你們多少錢 現在保留了四千多萬 對給你們多少那時候 總共七千多先給你們嘛 一直保留兩年了咧 不是不是 這個沒有那個已經做了用 二階還評只是還沒有付款而已 那你四千多萬保留是什麼 四千多萬還沒有還不夠付二階還評 你自己說明 不是我們二階還評有 不是 來來來先講清楚 剛剛趙偉在問的就是說 大故宮計畫已經先匡列多少預算 你們執行多少保留多少 那現在呢又編了 要明年度的六千兩百萬 你要講清楚啊 是 那個 報告委員 那個跟委員報告 那目前這個保留的部分 上次決議說是做在我們那個環評的相關作業的費用 那所以這個四千多萬是因為我們陸續都是請人家做環評 有些還沒有結案要付款的 那至於說我們今年一百零五年 今年要付 今年一百零四的 對對是 那這六千兩百萬的部分是說環評通過之後要做國際淨土啦相關的這些作業的費用 所以建議委員說這六千兩百萬的部分是不是先以凍結 等到我們環評通過 如果環評有通過我們才做解凍 如果沒有通過的話 我們那個也沒有解凍的問題 我覺得齁 你們這已經是兩三年同樣的情況 至少跟去年一樣 就是說你 你現在環評還沒有過你就不應該編了 你們應該等環評過你們再編列預算進來再審 每一年重複 計畫沒核定也編 環評沒過也編 我們環評記入到 對不起啊 我是部工副院長周竹坤 那有關於環評啊 我們在去年進到二階環評 那今年呢 在二階環評已經結束了 那個報告呢也送到環保署了 那環保署呢正在安排所謂的宮廷會 基本上這一次我們兩大冊一千多頁 簡單講整個程序還沒完成嘛 對不對 你不能預期結果會怎樣啊 他就是沒完成嘛 是不是 你要尊重整個環評的制度嗎 還沒有完成 是 正在進行中 對啊還沒完成嘛 對不對 好還沒完成 你們每次都編進來 就是占掉你們整個餅啊 因為都算在你們整體故宮的預算裡面 我們在104年 今年正元 事實上沒有預算 我們去年是把你們凍結嘛 是 我在想 那你們又重複每一年來 你們喔 因為去年已經表達過 用凍結來表達了 你們就是要等環評過了 計畫核定了 再來編 我記得講委員我們講過很多遍了 你們都不尊重這個程序 二階環評馬上會進行啊 你是環評委員嗎 你保證全部不一定過嗎 對我們先 拜託委員先動 哪有什麼拜託委員先邊先審 如果說沒有通過 我們就等於 就不會被動 我是覺得我們去年 我們已經凍結算是 已經太寬容了 那如果說通過了 就繼續執行嘛 這不要啊 如果通過的時候 就不用 對啊 覺得無論如何 希望能夠 你全部凍結可以 另外國發會也沒有通過 因為行政員是沒核定 這個我們都講過了 連兩關 環評通過 國發會還不一定會核定 因為 國發會 會不會核定 不要再混淆 我們在大工計畫 在前面可行性評估的時候 就已經原則同意啊 那是可行性評估 那不是 對 現在已經進到 進到所謂的 國發會沒有核定 沒有列入國家重大公共建設的 你就不應該編在預算裡面 你們這樣已經與月行政院了 然後還要我們 這個立法院給你們這個 先行審查 這個完全 這個違反程序啊 這個刪掉了 報告 報告委員 二階環評已經進行到接近尾聲了 什麼叫接近尾聲 沒完成就是沒完成 不是他已經到了環保署了 什麼叫不是 您是不是可以凍結 不要刪除 刪除就完全沒有彈性了 前面已經原則上通過的 什麼叫前面原則通過 意思就是主體 那你實質計劃沒有通過 沒有核定 整個計劃也是行政院 原先就已經核准 要我們編列 我們進行 已經從一百年到現在 一百零四年 是進入了二階環評 二階環評 我們已經持續那麼多 那麼久了 你們計劃就是沒有核定 你那個是可行性評估的核定 你的這個依照政府公共建設計劃 掀起作業實施要點 應由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使得納入行政院年度公共建設計劃的額度 或以增播特種基金方式辦理 這個就是文字啊很清楚啊 你們就違反這個程序啊 那你們每一年都要來闖關 前面保留也沒有了 最重要是 你們每一年都要來闖關 有用嗎 今年有解動嗎 不是 今年有沒有解動 沒有解動嗎 不是來闖關了 而是說希望能夠持續推動 但是如果二階環平通過 你把我的錢全部刪掉 那我明明 什麼叫我把你的錢全部刪掉 請問行政院核定了嗎 行政院沒有核定的預算 我們這邊怎麼審嗎 你們拿行政院核定的公文書來 行政院核定的公文書拿來 不要再毀搖院長你是第一天擔任公職嗎 院長你第一天擔任公職嗎 院長你第一天擔任公職嗎 你有列入國發會的重大公共建設計畫的 擴塔裡面嗎 你有像北流南流音樂中心列入國家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裡面嗎 沒有嘛 你們有怎麼來我們這邊審 還有我們去年的決議 去年決議就是讓你們 來你們每次都不依這個程序來辦事 去年的決議就是 准你們做環平 結果你們今年提的還有這個掀旗工程 還有這個淨圖 你計畫沒核定 然後呢預算這個沒有審 那你們還可以編出淨圖跟掀旗工程 這不是闖關不是偷跑是什麼 報告委員是不是我們二間環平已經完成了 那二間 什麼要完成你們整個程序完成了 你不要在這邊混淆 好 你環平的結論送到你們院裡了沒有 送到而且我們已經送到了 你們工程會開完 怎麼程序走完了嗎 還沒嗎 我們故宮博物院的已經走完了 目前已經送到了環保署了 但是我覺得就是我們二間環平應該要付的錢給市 金費要 計畫沒核定你們可以編出淨圖跟這個國際掀旗工程 所以你們這個八千六你說兩千六是什麼 兩千六是什麼 大故宮以外的 兩千四我先把你們扣掉 你們八千六扣掉兩千四是你故宮裡面以外的 好所以你故宮所以大故宮總共多少 六千二裡面包括掀旗工程跟淨圖 對不對 程序上 程序上你沒有經過行政院國發會核定的你們就不該編了 所以你六千二就是要刪掉 然後你看你這麼可惜你占掉六千二你的故宮整個預算 每年動每年來闖關啊 哪知道哪一次排了委員沒注意就解動了 所以我是覺得 而且因為不是第一次每一次都違反程序都要來偷跑 我是沒辦法接受了 我是建議啦就是剛剛跟這個大故宮無關的這個經費 這個我們就照列嘛 但是大故宮計畫裡面的這個經費我們是不是就全部把它凍結 好然後我們可以做就是說除非它通通過 對不對然後我們這個 除非通過才可以使用嘛 要不然的話就不會去自用它嘛 好 我可不可以請求稍微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那我們先來談看看這要怎麼處理比較好啦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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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 好 好 是要去跟行政院講 問行政院可不可以在環評未完成前先核定嗎 怎麼來跟我們講 我們又不是院長 你們自己去跟行政院 如果行政院可以在你們沒有環評前就核定計畫 我們還有個依據來審預算 我們現在依什麼依據 依你們口說無憑 依據你們告訴我們環評應該沒問題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做事情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一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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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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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说 193 前面 两个月 咱们 第四案 205 專案是不是改書面 好 兩個月改書面報告 來 再來 好 207 專案是不是改書面 唉 這個其實你們齁 這個每一個會區都要來業務報告的 你就病就好了啦 好不好 我們每一個會區都關心同樣的問題 不改 好 來再來 好 08 一樣地方的 這一樣要專案啦 你們就是要跟 城市周邊 我們三個月改六個月 好了 好 六個月專案報告 來 那 209 209這個是 一樣啦 你們跟前面一樣嘛 合併嘛 改六個月好了 六個月專案報告 你南院總是會做一個檢討嗎 好 那 210 好 一樣啦 六個月專案報告 來 一起報告 六個月專案報告 六個月專案報告 我剛剛講了 好 211也是改六個月專案報告 你們就合併 對 有關南院北院的這個 定位整合規劃 剛剛這一些都六個月 212也是囉 對 也是六個月啊 本來就是六個月專案報告 213 這個齁 這個齁 要更快啊 這不能不用改了 就這樣子 因為這個違建問題很嚴重 好 這個我還沒有時間討論了 你們那個高爾夫球場跟宿舍 當然不行啊 這個我還想就看了耶 這個不行 這個你們一定要專案報告 這個市政府現在正在處理中齁 這個問題我現在沒時間討論了 你們就專案報告 好 214 一樣啦 違建啦 一樣 專案報告並案三個月一起來 三個月專案報告 好 違建部分的都三個月專案報告 好 214 修正通過215 就照案通過嘛 是 那216 216 也是三個月專案報告 這出國改書面來 改書面書面 兩個月書面 照修正通過 好 你們這不用改啦 你們專案每個常常來報告 會期 絕對沒問題啦 好不好 這樣來比較快來 217218 專案報告改六個月 因為你一個會期一定會來的嘛 219改六個月 那個是北溝的部分 217 217是北溝的 是不是病童前面的 就六個月啊 前面北溝的是書面 前面北溝的 好 那哪一案 哪一案 217 217 兩個月改書面報告 是 然後 218 六個月專案報告嘛 218也是北溝 也是北溝 兩個月書面報告 好來 219撤掉大故宮的 寬屏4G要來專案了嘛 那六個月專案報告 把它改掉 因為你們要病專案了 不用啦 220 220就三個月書面為止了 好來 還有沒有要改的 六個月專案的不用改了啦 因為你們一定一個會期一定會來的 好 222還是專案 對不用改了 你六個月專案不用改了 好啦 222專案不用改了 後面六個月專案的不用改 書面的更不用改 這樣可以了嗎 好 後面都沒有了 那另外那個225的 那個是出國計畫 那個是不是可以 好改書面報告 兩個月內 月內也錯了 錯字 兩個月 兩個月內改書面報告 大故宮 226測掉 那227 六個月專案的不用改了 228大故宮 測掉 229 有三個月改 六個月 六個月 好這一起報告 那232 232改六個月 好沒有了吧 211 還有個211 還有個211 怎麼會211 怎麼回到前 235 235 一樣嘛這本來就有專案報告啦 那就改六個月啊 你下個會幾天要來報告 4G的預算嗎 236大故宮測掉 後面那種一年六個月專案報告不用改了啦 237也測掉 237也測掉 好 237也測掉 6個月專案報告 240大故宮測掉 241大故宮測掉 242大故宮測掉 23大故宮測掉 244大故宮測掉 好 好 OK 好沒有了 那剛才那個238跟239那個是 還是 238本來是一年內 一年內跟六個月內專案報告不用改 不用改 246也是大故宮測掉 許智傑248 試機預算 改成六個月內專案報告 好其他還有沒有 那個想請問一下就是說 在247這裡面 那個向委員會報告 那個是不是 書面 書面的 他沒有指定其實就是都可以 就書面的 你們 249也是書面 對沒有其實沒有寫 只寫報告就是給你們空間了 好 好不好 就不用再確認了 好 沒有問題了 好那我們剛剛有這個檢討的個案 就照修正通過 或大故宮相關的測案 那我們其餘就 照案通過 好 那沒有問題了 好簡單講 就是下會期你們要來報告4G的 然後 北院南院跟周邊城市的整合 相關的報告 好 那麼其餘都是提出面了 好這樣邏輯很清楚了 好 好那我們就今天就協商到這邊 我們要宣告一下很快 最好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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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都是招委 我們都互相了解彼此的苦處 好 報告委員會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 有關國立故宮預算單位預算案 我們協商完 現在請這個宣讀協商討論的內容結論 國立故宮伯博物院 一 稅入部分 第一幕賠償收入 一般賠償收入增列100萬元 規費收入增列2500萬元 財產制期中 全力金收入增列4000萬元 區域稅入部分照列 二 稅入部分第一幕 一般行政預算簡列1000萬元 科目執行調整 凍結十分之一提書面資料報告 第二幕文物管理及展覽 簡列321萬元科目執行調整 凍結十分之一提書面報告 第三幕文物登陸及文物登陸與科技研修 凍結五分之一提書面報告 第四幕文物價值運用與管理 凍結八十五萬元提專案報告 第五幕資訊管理維護整幕凍結五分之一 其中包括034G加速行動 匡民服務及產業發展計畫凍結四分之一 並同專案報告 第六幕安全管理維護預算照列 第七幕故宮南院院區籌建預算照列 第八幕一般建築籍設備 刪除大故宮計畫6200萬元區域照列 組決一部分有策案 策案128、148、150、156、157、158、166、177、178、180、181 第一 219案、226案、228案、236案、244案、241、242、243、244、246均策案 修正通過部分有第131案是營業基金再行提出 我沒有念內容 然後163案 1163、163、168、170、174、175、179、182、184、186、188、190、195、199、203、204、205、208、209、210、21、21 2018、21 216、217、218、22、25、229、232、235、237、248 均修正 齊玉君照主決意通過 這個補充一下 132案陳廷芬委員那個藝術文物基金的部分 我們就保留了 所謂再行提出 可能也沒辦法委員再另外提 保留到審查非營業基金的時候再一併處理 好 剛才在第五幕那個資訊管理跟維護 委員那個 是我們凍結四分之一專案報告 那裡面這個四分之一裡面就包括了4G的 不是啦 凍結五分之一 其中包含4G預算的四分之一 他剛剛宣讀的很清楚 他們很有經驗的 非常清楚的 對 我都有聽了很清楚 好 那我們就這個 現在沒有臨時提案嘛 報告委員會 應該都完成了 好 105年度這張政府總預算有關國立故宮博物院單位預算已經審查完畢 決議如下 依宣讀之審查討論協商內容通過 委員提案為涉及之部分 預算均以照列 那對委員質詢要求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覆者請 相關計劃於兩週內 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但委員另行指定期限者從其指定 報告委員會我們進入議程處理到這裡 現在休息 謝謝各位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